平川说电竞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莫文的比赛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 出生在地图 右双角的是蓝色的暗夜精灵选手莫文 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兽足选手林呱呱 林呱呱是我们国内目前新生代的一位兽人玩家 打得还是很不错的 好,本场比赛是今年WCG的一场小组赛 最后相信大家结果都知道了 莫文的话本次WCG遺憾 又拿了一个亚军没有夺冠 不过复盘一下 这一次莫文参加的WCG 其实发挥真的很不错 只能说弗赖的状态更加更胜一筹 好,我们回到比赛 看一下双方一个首发英雄 莫文这边首发的是KOG 打法还是比较常规的 哎,我们看一下兽足这一边放大招来啊 兽足这一边直接升本 没有单地洞直接升本 没有造兵营 哇,这个打法非常非常的偷啊 这个打法的话 只能说科技速度会非常的快 到时候爆一波 爆一波这个飞龙啊 尤其是打这个暗夜开矿的话 非常好打 好,KOG想找机会去受人家的骚扰一下 这边狼一直在卡位 哎,小精灵已经就位了啊 看小精灵要不要造一个BP 但这边没有造这个暗夜精灵 没有猎手大厅 现在造不了BP KOG过来看了一眼 想去骚扰一下 但是先知啊 就在旁边 哎,先知过来想处理一下这个小精灵 但是小精灵已经提前拉走了 哇,双方细节真的是啊 大极光还是小季节 双方都是非常的针对 好,莫莫把小精灵挂在这里啊 这个位置也非常的刁钻 好,看一下两头狼继续追着这个KOG 这一边的话 小精,小AC配合大树 已经把这个点给练完了 这边打了一个加6的攻击之爪啊 哇,这个装备对于KOG前期来说还是有点强的 你看一下Moon这边 Moon这边啊 也点了阿本 现在阿本刚升了五分之一 受阻啊 受阻阿本即将升好 加利布格塔 就怕对方来Rush 果然这个细节做的还是蛮多的啊 好,先知继续在追着KOG啊 就是不让KOG安心练吉 这KOG要是练到三啊 招源源不断的小数人确实很烦 看一下这边KOG可以买个单船 单船 跑到这里练一下分框啊 确实 打一个时间差 赶紧把分框处理掉 先知啊 也预感到对方在处理分框 直接往分框这个地方跑过来啊 正好这里有一头狼 这狼首先把小精灵给A掉好 KOG已经两级了 KOG两级的话 先知稍微有点小心啊 地方有可能一个蝉了 拉一个围杀 好,以上来目标很明确 直接打这个基地 然后被小精灵自爆掉 那这边抢一个怪没抢着 有点可惜啊 好,现在有四个AC在家里守 把一色血的小数直接反补掉 怕对方蹭经验 好,林呱呱这边发一个小歪双兽篮啊 应该是要出飞龙了 那这边梦还是胆子蛮大的啊 看到对方出飞龙 还在继续开分框 那继续开分框 先知又过来骚扰一下 看这个分框会不会被打退 好,现在魔法之不够啊 还招不出两头小狼 那这边先知一个人在这里A A完之后感觉KOG啊 毕竟有这个KOG 毕竟有一个攻击之爪啊 确实有点难顶 好,现在先知魔法之够了 招出两头小狼 那两头狼加两个英雄 看会能不能把这个GT给打退 好,小精灵想自爆 小歪直接一个妖术把它变掉 争取给自己的两头狼 争取一个输出的时间 哦,这波非常不错啊 好像这个GT要打退了 哎,哎,哎,哦 这一个先知过来补一下 还是把它给打退了 不过先知这一波也有点难受啊 直接用自己的生命啊 阻止了对方开分框 这一波的话 小歪操作也有点失误啊 如果往这边跑应该跑了 但是他还是往这边冲了过去 好,兽足拌英雄阵亡啊 阻止魔法开分框 但魔法继续继续放下自己的分框 两头飞龙 飞龙已经造好了 看一下魔法这边怎么防守 好,魔法有AC 现在有分框三个AC 外面有三个AC 发一个练金 哦,魔法打得还是蛮奔放的啊 直接开始练击 是吧 兵分两路 家里放三个AC防守一下 外面继续练击 这一般有一些玩家的话 或者选手呢 可能就直接在分框挂机了 但魔法就是比较的秀啊 继续练击 好,这边兽轮啊 第三次来打自己的分框 那魔法这个分框好像又要被打退了 那太伤了啊 这个分框迟迟开不出来 好,再一次被打退 先知交一个回程 目前魔法的话还没有二本建筑啊 二本升好了 没有二本建筑 只有AC 七个AC 那这一次不能掉以轻心 直接七个AC放到分框来守一下 两个英雄去外面练击 好,灵瓜瓜 弃鹅不舍 三只飞龙继续冲向这个暗夜的分框 那按这个部队数量的话 好像又要被打退了呀 哦,这一波开分框 实在是多灾多难呀 这AC的位置卡得非常不错 是吧 你敢过来吗 哪冲不过去 兽数这边准备练一下这个七级的黑胖子 看一下 木尔这边 哎,练这个533 但是发现对方在练这个大点 过来 过来打扰一下 骚扰一下 好,七级黑胖子勾到这么远嘛 好,兽数这边四条飞龙 看一下要不要绕啊 绕到后面去拆这个分框 哦,还是在练一波 哇,目前兽数英雄等级太低了 双一级 木尔这边已经是三二的等级了 这边兽数组继续升本 然后造自爆 难道是要空军打到底了吗 空军打到底 这边打了一个大无敌 非常舒服 木升三本 但是家里没有防守啊 哦,暗夜 暗夜这边也在练几 兽数没有去 暗夜家里还是在练几 看一下这个小精灵能不能看见 好,小精灵不意间 发现了兽人在练自己的 练自己的地精实验室 过来自爆一下 没有爆成功 直接被飞龙点掉 好,那这边 木尔直接来偷一个屁股吗 哦,一个英雄 还是干不了什么事吧 好,兽数买一个飞艇 很秀啊 买一个飞艇 看找机会 木尔直接选择单传回来 单传回来守自己的分框 那这边兽数啊 兽数确实有点难 前后都是敌 往哪边跑呢 好,炼金直接一个毒液 飞龙确实有点鸡肋了 打到后面 尤其是对方这个对空部队有点多的话 好,木尔的分框啊 终究还是开了出来 不容易 现在兽足三本即将生好 兽足三本一生好 生一个毒飞龙 再加上这个自爆啊 制霸空中 是吧 木尔当时啊 不慌不忙 继续练几 哎,分框啊 分框不守一下吗 分框感觉还得去造几个BP 否则的话这边 这边小小小弓箭耍 一直是吧 练几都不安心 得随时找机会回家守一波 好,现在 木尔这边双英雄等级有点高啊 四三的等级 兽足的话还在双二 目前等级差一倍以上 现在林乖乖想双线一下 让自己的飞龙单线去骚扰一下 但是这边木尔非常非常的谨慎 小AC一直在分框附近徘徊 飞龙卡个视野 看一下卡个视野 能不能找机会去拆一下这个分框 三本生好 毒飞龙在生 火焰燃烧也在生 哇,这火焰一燃烧 一生好的话 修都修不了 有点秀 KOG带球 三四级KOG带毒球出来 这边的 这边自爆却是非常怕这个毒球啊 A一下直接将近三分之一的血就没有了 好,双方在一次野外遭遇 直接杀一个小AC 但是KOG一个缠绕 小Y,小Y这一波要顶无敌吗 好,小Y这一波给自己加了一个血 一个妖术赶紧撤 飞龙这边双线 哦,莫莫看到发现对方出这个自爆燃烧了 没办法 赶紧不BP 直接两个BP 哦,四级KOG 极限保存回家 好,林呱呱这边 林呱呱这边也非常的 非常极限开框 直接造了四个 直接造四个塔 这边摸摸也发现了 过两个英雄过来拆 四级KOG 二级树人 找一下三个树人直接过来拆 另外一边双方 双线也在拼 来偷一下小精灵 但是这边AC有点多 AC有点多 七个AC 这飞龙确实越到后期 越有点鸡肋 好,好不容易造起了一个城防的塔 但这边小树人太多了呀 小树人太多 远远不断在拆 AC也过来拆 反正家里 BP造好了 AC可以稍微分过来一点 诶,这边三飞龙 加上两个自爆 一直在偷建筑 但是这边只能偷建筑了呀 正面完全没法打 诶,兽足是把这个脏 脏到底了吗 还在继续出这个自爆 我们看一下 莫会不会生气啊 你作为一般年轻人 不讲武德 居然用这样的招数 来打一名老的职业选手 虽然说对方脏的套路 赢不了比赛 但是暗夜确实很难受 一直在走位 防守自己的主框和分框 难免打得会有一点上火 看一下 惹莫生气了 后果会怎么样 三飞龙 家里的话 继续不自爆 五个自爆 这边兽足还在想把分框偷出来 一个塔 一个塔造 是吧 刚才造四个塔 付出有点多 还是被对方给偷掉了 那这边慢慢造 一个一个造 你来拆就让你拆 是吧 能牵制你一下 那我就赚了 好 现在双英雄过来拆 会不会上当 兽足大部队 过来对付这两个英雄 好 一个妖术 不过这边AC过来了 飞龙走位 要小心一点 好 贴一个加速 哦 四级KOG直接秒掉啊 林呱呱这一波非常聪明啊 用一个塔来勾引对方两个英雄过来 趁机把四级KOG给秒掉 呦 这一波 墨好像有点大意了 不过林呱呱过于执着去杀对方的英雄 导致自己的飞龙阵亡非常的多 好 现在小树兰继续把塔给处理掉 两头狼 两头狼再处理一下 小ACAC直接隐身 哦 直接撒一个粉 哇 AC这三个AC有点可怜啊 好 这边又派了五个AC过来 那这边 小Y可能会有点扛不住了 小Y身上有一个生命之士 还有个大无敌 看能不能让自己的分框 买了一个迷你基地分框要造好了 但是对方大部队冲了过来啊 那这一波有点亏啊 投资六百多块钱 颗粒五收 哎 林呱呱觉得 哎 我这套路已经非常脏了 但是梦还是完美化解 这想偷个分框的偷不出来吗 一般的话 对 利用这种牵制的战术 在天梯上非常好用啊 经常可以把自己的二框三框给偷出来 是吧 兽族的话 用这个 燃烧 有燃烧的蝙蝠 人族的话 用这个坦克啊 都是牵制流 牵制对方 然后自己开分框 后面分框造好塔 然后等经济 经济资源啊 非常多的时候 爆一波病 直接把对方拿下 但是梦啊 毕竟是老骄虎了 是吧 这样的战术 他见过多了 虽然刚才四级KOG阵亡 但是不欢不忙啊 还是冷静对待 这一波梦要交回城了吗 这一波梦交回城啊 极限交回城 好 家里继续补了两个战争古术 那还得招AC 发现对方这一波有点凶啊 尤其是先知等级一上去的话 吃二级狼 杀AC还是蛮快的 好 这边呱呱 改变战术了 不再爆空军 开始爆狼旗 是不是要转跑跑流 跑跑流的话 预警KOG还是有点烦的 KOG一到五级 一缠绕一个狼旗 好 现在呱呱终于把分框开出来了 非常开心 是吧 牵制了半天 终究还是把分框给开出来了 那接下来去跑跑跑 狼旗生一个掠夺 然后拆开对方箭竹 还能赚钱 还能牵制一下对方 岂不美哉 好 过来先知要不要买个回城呢 看到对方两个英雄啊 想去杀对方两个英雄 有点多 有点想多了 哦 这边另外两个狼旗过来了 收足这波兵有点多 我们看一下 猫猫该怎么办 好 猫猫两个英雄啊 像两个可怜的小孩 还有孩子一样 面对对方怎么多兵 哦 首先缠绕一下狼旗 看一下猫猫这边 四级KOG啊 极限保存 但KOG保存的话 练金怎么办 好 现在派了AC过来 KOG满血满来 负货 满血满来 单纯来到了战场 哇 这一波就要打赢了吗 看一下猫猫这边 造了六个奇米拉西木啊 看你来脏我是吧 我要直接用奇米拉来秀你 这一波水温好像没控制好呀 猫猫这一波 直接把兽足给打残了 这奇米拉还没开始秀 这说明 哎 好 这一波 这一波可以 这一波养猪式TP非常成功 好 猫猫还是要给大家秀一波啊 猫猫就是这样的选手 在比赛能赢的情况下 必须要秀一下 增加一个比赛的节目效果 好 六个奇米拉西木 直接造奇米拉 兽足这一边 看一下 兽足这一边 是不是要继续跑跑跑 好 小Y买了一个回程 这边兽足的分框依然还在运营 但是一看到对方家里这么多的BP啊 也好像有点啃不动 好 看到小精灵 直接处理一下 三个狼奇 是吧 升个掠夺 跑一跑 还是蛮舒服的 好 这边三个BP 看能不能处理掉 好 三个BP 直接开始 狼奇拆BP 效果还是蛮好的 战争古书 也站了起来 好 一个狼奇 直接被BP砸掉 后面五个小精灵 修这个BP 三个狼奇 过来继续拆 炼金 四级炼金 一个毒液扔过去 哇 那这一波 跑跑跑的不成功啊 四级 死了三四个狼奇 好 林呱呱打出了机器 这一局莫估估计不开心 自己的奇美拉 还没有到达战场 对方直接打出了机器 好 我们恭喜莫 这一局打的真的是有条不紊 老选手面对一些大招 还是非常冷静 而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